终于救急症已及时令人意外 但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与绝症的熬斩 15年1月15号发病了 23岁的徐浩是来自沈阳的大三学生 有一次打篮球 以前我防他就是特别好防 后来我都跟不上他 人家说你这怎么事 怎么续成这样 我现在说可能是痛血儿痛的吧 徐浩被确诊的 是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 白血病 从此再无求偿上的对抗 取而代之的 是与绝症的殊死搏斗 85岁的黄世林 是解放军第210医院中医血液科主任 你越记忆越好 可千万自己不要做主 一定要坚持 好吧 我相信你家里能弄起个好心 真的 徐浩罹患的急性早又粒细胞白血病 是白血病中较为凶险的一种 骨髓里边早又粒细胞占到73% 这无疑是一场硬仗 1947年入伍 从医65载 黄世林越境人间沧桑 却从不愿放弃任何一线生机 我到2011后有一个老的医生 她的女儿得了白血病 这是相接的相掉眼泪 她就是 黄伯伯救救我 黄伯伯救救我 直到现在 对着孩子还是很怀念 为了不再眼睁睁地看着生命消失 黄世林决定挑战白血病 这位曾经征战沙场的共和国将军独行 绝境难逢伤 一二一 背病它是个愈住性疾病 不随啊很多背病血我记到一块 中医讲的这种胁毒 解毒化语是中医治疗白血病的思路之一 而一副古方中的两味药材 成为了重要的突破口 这便是雄黄与清代 雄黄与清代配武而成的青黄伞 能解毒化语 在元代世医德效坊和明代奇效良方中均有记载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 便有中医尝试 将其运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其中雄黄是矿物类的毒性药材 经沈飞炮制后 让以毒攻毒 诱导癌细胞凋亡 从而去除邪毒 而另一位以粮血去瘀剑肠的药材清代 则更为神秘 这种点蓝色的粉末 是古典文化中黛色的由来 它拥有略失粉黛的含蓄 一含远山如带的青油 却意外地来源于本草 福建仙油县 舒风香 四十七岁的黄玉玛 是世代与清代为伴的药笼 它赶早收割的 是智取清代的原料 麻兰 采摘后的鲜叶需放入池中浸泡三日 一场神奇的演变正在慢慢发酵 三日一到 池水色泽刚好 最扣人鲜咸的转化即将来临 像池中加入十回 水瞬间变了颜色 但这还不够 用木把冲击水面 加速转化 刹那间 翻天覆地 神奇的带色 糊枝有处 里去多余的水分 沉淀于池底的 便是清代的半成品 粗垫 进一步成花 并晾晒后 方能如药 清代 从名为蓝的植物中提取出来 这便是清 取之于蓝 而胜于蓝的由来 书风清代 是黄玉满祖祖辈辈的传承和生计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份坚守 对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些人来说 是生命的全部养肠 以清代配舞雄黄 解读话语 在府里单身 太子神 活血一起 黄石林将四味药相作 喝而铸就中程药 富方黄带片 这来自中药的富方之极 真的能抵御绝症 与人心生吗 想了 业业没有 想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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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守药那小时候的状态 暑假的第一天 黄石林迎来了一个老病号 四岁 因急性早又粒细胞白血病被送进医院抢救 如今已安然度过了第七个年头 这个叫做阳光的男孩可以说已经康复了 以富方黄带片为主 治疗急性早又粒细胞白血病效果显著 近200例病例 95%以上完全缓解 这是比肩世界一流水平的治疗效果 白血病细胞下降至3% 徐浩可以暂时出院了 怎么了 四十七天与病魔的斡旋 只是胜利的起点 要重获新生 仍有七年之久的治愈之路 但他知道 这一路有一位老人温暖相伴